星云大师是佛教著名人物赚钱发财士,一个很世俗的观念很多人或许觉得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太过格格不入其实不然佛,家对钱并不排斥反而主张人们享有财富只不过任,为要许知有道罢了, 而且在佛家智慧里财气也是福报的,一种体现星云大师就曾总结出,一些赚钱发财的方法并指出真正有财气和福报的人往往会有以下这几个很老实的特征来看看你有吗? 一,请老黄金随潮水流,来里要提前把它拗起来,拥有财气和福报的人或许,各有各的优势但都离不开琴,老这个很老实的美德, 星云大师用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一位老人在去世前交代他的儿女们说,家里葡萄园的地底下埋有很多的黄金, 于是儿女们在此后的日子就天天到,葡萄园里去挖去找黄金结果是黄金,没有找到但因为松土的远故葡萄园,上结满了累累的果实儿女们这才明, 白老人所谓的黄金就是勤劳。 二,节俭省钱就是赚钱所以,一种汇聚财气和赢得福报的好习惯,不过星云大师指出所谓节俭步,光是指金钱上的节俭也包括珍稀石, 兼因为时间就是财富还包括不要烂,用感情不要在生活用度上铺张浪费,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要在花费上要有, 度要老是因为人生的福报都是有限,得经不起胡乱的浪费节俭多一点福报就多一点福报多一点财气就多一点。 三,宽厚做人宽厚是一种很老实的美德而且是一种可以获得财, 契合丰厚福报的美德为人处事与,人宽厚会让自己得到很多方便而方便就是财富, 星云大师强调居亲人后就会获得,富贵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宽以待人, 言以律己这是中国儒家做人处事的方,法也是佛教提倡的一种赚钱发财之法。 四,信心信心里藏有无尽的宝藏, 如果你始终保有信心那财富就在你的心里。 星云大师指出做人不但对自己的信仰要有信心, 对事业,对道德也都要具有信心。 凡是对的事情,就坚持即便是受了委屈也都不要丧失信心。 五,结缘结缘是佛家所提倡赢得,财气和福报的最好方法之一。 星云大师举例说明,和别人沟通,可以在语言上结缘,点微笑也可以与人结缘。 你不认识路我带你去这也是结缘,遇到困难我来帮你的忙那就更是结缘。 结缘是要老老实实地结善缘,有善缘才能很好的生存和发展。 一个人做事方便就是因为他结的善缘很多,宇宙万物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缘的存在。 普通人要赚钱发财结缘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要。 六,不失或许有人会质疑不失是给别人,给别人又怎么能赚钱发财呢? 事实上佛家所谓不失就如同播种,你如果不不失就不会有收获的时候。 星云大师指出我们做功德,做不失就好比是种福田。 福田分悲田与敬田两种,以慈悲心就计贫苦大众就叫做悲田。 对父母、师长、社会、国家尽孝尽则就叫做敬田。 在敬田、悲田里播种肯定都会有巨大的收成,除了上面这六种赚钱发财的方法, 星云大师还提倡要发七圣财,即信仰、精进、持戒、文法、喜设、智能、惭愧这七圣财远比赚钱更重要。 当然这是佛家所提倡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需要不断地修行。 这里不做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学习。 人总要有个家,心总要有个港湾,人总有脆弱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浪漫和语言。 累了有一个拥抱可以依靠,痛了有一句懂得可以舒缓,即使两两相望也是一份无言的喜欢, 即使默默思念也是一份踏实的心安。 人总要有一个家遮风闭雨,心总要有一个港湾修气靠岸,最长久的情势平淡中的不离不弃, 最贴心的暖是风雨中的相依相伴,幸福就是有一个读懂你的人, 温暖就是有一个愿意陪伴你的人,家很平淡。 只要每天都能看见亲人的笑脸,就是幸福的展现,爱很简单,只要每天都会彼此挂念,就是踏实的情感。 幸福并不飘渺在于心的感受,爱情并不遥远在于两心之的默契,心只有一颗不要装得太多,人只有一声,不要追逐得太累。 心灵的愉悦来自精神的富有,简单的快乐来自心态的知足,最好的感情就是找一个能够聊得来的伴,各种的话题永远说不完,重复的语言也不觉得厌倦。 陪伴是两情相悦的一种习惯,懂得是两心互通的一种眷恋,拥有能够拥有的珍惜应该珍惜的,回眸处总会有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脚步, 总会有一缕阳光给我们温暖,总会有一张笑脸是为我们而绽放的,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得热烈未必守得长久,爱得平淡未必无情无义,眼睛看到的许是假象心的感受才最真实,耳朵听到的许是虚幻心的聆听才最重要。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晚不回的一看住不到的梦想,忘不了的爱繁华安居未必暖,粗茶淡饭见真情,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给自己微笑,给身边的人温暖把颜色留给岁月,把简单留给自己。 喜欢一句话,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所以珍藏每一次遇见,感慨每一次擦肩一句问候,一声祝福何尝不是一份心心然的温暖,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 人总要有一个家遮风避雨,心总要有一个港湾修气靠岸,你可以得到爱情可以得到婚姻,可以得到优质生活,但如果得不到安全感,那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生活在富足的恐惧中,还不如生活在安定的贫乏里,你以为自己要的是一个爱人,但到最后才会知道真正想要的无非是安心,所以啊幸福不是努力去爱,而是安心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无非就是一份缘一份爱,一份情一份心一份真共免之, 人生过了半百必须走好下半场,人生路慢慢人过半百很多道理真的要明白,真正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01,对自己好一点医生总是觉得挣钱不容易,一生过得寒酸,挣不完的钱到了这个年纪,该享受的还是该花的钱还是要学会花,不要有钱舍不得花没衣服舍不得买, 人生一辈子到了五十岁,过了半百要对自己好一点,02,适度地放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言的苦, 作为父母能帮孩子一把,但帮不了他们一辈子,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但是给不了一切,孩子有孩子的天地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你要做的只是参考,而不是所有的都揽在你的手中,让他们学会独立这才是最重要的,03,享受生活人过五十岁要学会享受生活, 生命不会重来一辈子过了半百,不要太累了再苦再累也要享受生活,不要等到失去了再来后悔,04,身体健康人过五十岁健康是最重要的, 有了健康才可能有一切,有了一切没了健康,一切都没了,所以要适量运动,学会放松好好让自己活得更快乐,05,少些攀比人过五十岁少一些攀比, 过好自己的生活人比人气死人永远也比不完,别人有别人的生活你也有你自己的精彩, 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好就满足了,活出自己的精彩就可以了,06,放松身心人过五十岁,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 一辈子吃了够多的苦,走了够多的路子女友子女自己选择的道路,放手让他们干照样能干出他们的天地, 老是担心没有用多点祝福才是实在的,每一颗心,都有一份无法替代的情愫,和某一道风景永远关联住,人生的风景, 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人生,空手而来,必然空手而归。